大家好,我是老万 跟大家唠几句 我这会是在广东湛江的后次城乡的房车基地 跟大家唠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就是买房车你到底应该想的是什么 当然了,有的人说B型车,C型车 选什么样的车到底是自行二头挂 这些都没错 但是有一点 你得知道你买了房车之后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 这种日子你能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那你就千万别买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营地 后次深乡的营地 也是我们石家上的一个大哥 北方人在南方做的这样的一个营地 这个营地 大家看我们地面现在建的是这种石子 有车友说为什么没有硬化 其实我很清楚这个营地的投入 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的 今天晚上这个营地的卫生间就会建好 我能感受到张哥在不断的去提升 我们车友的营地的使用环境 但是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一个车友大哥 私底下就跟我聊 因为私底下聊无所谓 什么都可以聊 他说 这个营地就是在一个村里 周边你看这个商业的配套设施 什么的也不太好 其实我能理解这个大哥 说这个话的意思 因为大哥一看就是有消费能力的人 问题就出现了 你买了这个房车之后 目前在国内玩房车 像这种我认为这样的营地就是一个不错的营地了 但是它依然会有很多的不足 目前在我们房车圈 如果说你靠房车的这个 靠这个营卫费活下去 其实是挺难的 它自然就没有那么多的投入 你像我之前在向后也做过营地 那几万块钱扔进去打水漂 你根本看不到 但是我相信张哥的营地 一年两年之后 它肯定会越来越好 所以我在这给大家要提的醒是 现在目前能够买得起房车的 特别是40万以上的房车的 在中国那都算是有钱人了 当然这有钱不是说只富豪 那这种有钱人 平时他的生活水准消费水准 那不会太低 那么你买了房车之后 在这样的营地去过日子 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要停在公园 停在房车 停在停车场 那这样的日子你能不能接受 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那么咱们话说回来 就是你玩房车究竟是什么 你是要停在一个特别好的营地的一个环境 没问题 这没有错 但是很多人买房车 可能更多的看的是气候资源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湛江 你看我穿的虽然挺厚 但是你别忘了 现在就连北京都已经是大学 已经很大很大了 这就说明我们这相对来点还算恼乎的 所以也就是说很多人买房车 包括我们刚才看到有一些玩房车的人 他图的是什么 他图的其实是气候资源 如果说目前你在中国房车旅行 你笨的说只要哪户就行 什么环境什么的 我要求的不是特别太高 那我觉得你买房车你会玩的很爽的 好了 这就是跟大家聊的那种 我就是那个更受房车小白欢迎的老万 因为这里全是真心话 买房车和看我的视频绝对不踩钢 这里欢迎大家来万家灯火房车俱乐部 向后房车体验中心 三美六十度体验房车